这种野果是有毒性的 千万不能食用 我的话可能是因为体质比较特殊 我以前也吃过 经常有人在野外 食用这种野果中毒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食用 美滋滋 这里有一棵枯死的松树 像这种松树 它的这个树结含油量都非常高 而且燃烧的时间也比较长 我可以用它来做火吧 看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在树结里面 它的这个松油含量都比较高 有松油的部分 它就会看起来就有一层油进入里面 这样的话它很易燃 而且很耐烧 我把它背起来 我要多准备一些 因为感觉那个洞很深 为了防止我走进去 还没有走到底 就没有燃料 所以的话我要多准备一部分 这棵枯树上有很多蚂蚁 我把它的树皮撬开 哇有好多遗卵 这个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呀 我可以见到这里 没有 我可以见到这里 我可以见到这里 这个胰卵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对高蛋白过敏 那千万不能随便使用 否则的话极易引起高蛋白过敏 我的话不存在的 和蜂拥有的一瓶 感觉所有的这些卵类蚁类都味道特别 我再找一些 树林里面的食物跟峡谷相比起来 真的是异常的丰富 可以看一下 全部都是蚂蚁 而且这个蚂蚁的个头也非常的大 鸡卵也是非常 巨大这里还有这么多 今天我可以好好地补充一下蛋白质了 我可以说树林里面有野果 有高蛋白 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补给所 一个加油站 我吃了一些食物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 多砍一些燃料 继续再砍一些 继续再砍一些 在这些峡谷地区 要找到一个房屋的庇护所并不困难 因为到处都是延伸出去的食癌 但是这里柴特别难找 因为地表植被很少 特别是要找到能燃烧的干柴 那就更少了 所以取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每到晚上风特别大 气温就会降得很低 我最理想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个 既能够挡风又能够遮雨的 这样的地方走 然后在里面刷一堆火 就会很温暖 很多时候你躺在地上根本就睡不着 实在是不便宜 我现在来到了半山幽 我现在需要弄一些干的柴 然后再砍一些比较大的树塔 用它来制作 你帮我活吧 你方便我 看不 这里干柴也比较多一点 我要生一堆火 然后把我从山上砍的枯树的松明 给它烘干一下 然后做几个火把 这些都是从枯树上面砍下来的松明疙瘩 但是因为连续降雨 它非常的潮湿 我要用火把它烤干一点 这样的话它能够更充分的燃烧 我要多准备一些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洞穴有多深 一定要随时翻动着它 不然的话它下屏的 对它烤干以后它就会燃烧起来 我还需要一些绳子用来捆绑火把的顶部 这些树藤可以代替绳子 我需要收集一点树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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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间放上松明疙瘩 最后用藤条把上方固定起来 给松明疙瘩在里面紧紧的包裹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绑的棍子要多做一些 这样的话有利于固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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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下山的路将会异常艰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